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Lena又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了。 一个幸福和和谐的家庭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的。 可惜因为种种不同的环境和因素正成为了很多, 有很多发生很多不幸和痛苦。 在今天的社区聊天室,我请到家和专业辅导中心总干事的注册和注册社工, 欧姆契先生,他上来和我聊聊天。 希望藉着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究竟他们这个机构是怎样可以帮助有问题的家庭。 Patrick。 Lena,你好。 Patrick,我认识了很多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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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以前有很多名字, 我知道你认识中心是说过几次名字, 第一次和第二次都不同, 现在是第几次改, 现在是第三次改, 对着我说,你认识中心的时候, 我也要想想,是家和专业辅导中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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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现在, 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 过去有过什么名字呢? 过去第一次呢,我们就叫做大多市, 那是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 是很长的, 那时候一开始那时候, 一九八几年那时候, 那跟着呢, 就因为大多市就变了一个, 变了整个多伦多, 那就变了叫做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 那到去年呢, 就改了叫做家和专业辅导中心,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看到很长, 那时候第一次是十三个字, 那一路改短一点, 改短一点, 那现在家和也很好, 就是家庭和谐专业辅导, 是,是,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年了, 也有注册的社工, 也是他们的总管事, 其实我想问你, 你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我们的机构是1988年成立的, 是啊, 那时候有一帮华人社区, 那时候也不是太多华人, 有一帮华人的社工, 他们就觉得, 其实华人社区也有很多家庭, 或者个人的问题, 那时候是没有, 没有一间是专业做这个辅导工作, 主流的机构, 那时候都叫主流的机构, 就有一家, 但是他们全部讲英文的, 那根本, 我想Lanna, 你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 我们有不开心的东西, 有些人讲英文讲得很好, 但始终都是讲自己的母语, 就舒服很多, 是的, 可以表达很多, 是啊, 而且, 你们很多时候, 那些人来的时候, 我想华人多数是比较保守一些, 尤其是非不得已, 都好像不想求自己, 是啊, 是的, 所以你的成立, 就是你们的目标和宗旨, 就是给一些华人可以, 讲一下他那些, 不开心的东西, 是啊, 趁机可以辅导一下他们, 是的, 那时候是一班社工, 就是他们, 那时候政府, 周围都是没有钱, 那班社工自己是做义务工作, 这样帮, 最后开始, 就聘请了半个人, 叫做全职去做, 是的, 是的, 慢慢发展, 慢慢发展, 一直到今天, 是的, 那你们除了社工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架构是怎样? 我们的架构, 现在就有24个工作人员, 其中有21个, 就是注册社工, 他们有碩士, 学士, 还有博士学位, 都是以这个做辅导工作为主的, 心理辅导, 正式的, 是, 是, 他们全部都是全职的, 那就是受薪, 那就是尽量去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 就是虽然有很多人, 就是找我们帮忙, 但我们都会, 21个, 是, 那他们是受薪的, 那他们是哪个工资? 我们的钱, 就是由几个政府机构, 譬如联邦政府, 省政府, 市政府, 公益金, 大多市公益金, 和弱黑区公益金, 另外就是社区的筹款, 所以, 需要帮助是很重要的, 是, 那其实呢, 我就想, 这些辅导, 就是, 是以什么目标, 为人类辅导呢? 我们的辅导的目标, 就是由小孩子, 譬如七岁开始, 一直到七八十岁, 或者八九十岁的, 就是年龄, 我们都有去帮他们的, 那目标, 你怎样帮呢? 小朋友, 譬如有些七八岁的, 那他, 爸爸妈妈上来, 找我们, 我个儿子很胖的, 吃饭都不定的, 跳来跳去, 我整天餵不到他吃饭, 或者他又不肯上学, 很不开心, 整天都, 整天都躲起, 又不说话, 或者有些, 他整天都惯着上网, 原来这些你们都要做, 是, 都实用于你们的范围, 是, 又不听话, 又没有规矩, 又异, 那怎样可以帮助他们? 是的, 另外, 譬如有些, 他说, 他儿子经常打我, 我是他妈妈, 那我们发觉, 我们帮他, 就是说, 第一, 譬如, 譬如, 所以, 我们发觉, 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但是, 有时候, 他家里不知道, 是的, 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是的, 但是, 我知道你们的机构, 有一个会的, 是不是有会长, 董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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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志愿, 慈善机构都是一样, 就是全部是由, 就是这个, 一个会董, 董事局, 那会董就有主席, 副主席, 财务, 和秘书, 那另外还有一班的会董, 那其实他们最主要, 就是会董的最主要, 就是帮助机构, 就是做一些策划的工作, 是的, 是的, 就是会董, 就是做这个策划方面, 是的, 就是你们社工, 就是按照他们, 所做出来的计划, 是的, 就是会董是最高层的机构, 是的, 全部会董都是, 出钱又出了一班, 就是加拿大会董, 他们大部分都是出钱出来, 接着他们是没有钱收的, 政府也不准他们收钱, 所以他们真真正正是义务工作, 是的, 因为他们又要插话, 又告诉你, 好了, 我们今年要多少钱? 是的, 整个计划方案出来, 那怎样可以筹到这里这么多钱, 去做这里这么多东西? 是的, 就是交由董事局去做, 是的, 所以他们董事局都很重要, 你董事局成员有多少? 我们董事局成员有15个, 是, 有些是负责筹款, 有些是负责政策, 有些是负责财政, 财务管理, 现在的会长是哪一位? 我们现在的会长是, 湖中卫兰, 康尼乎, 哦, 以往有很多会长? 是的, 一直都有很多会长, Lenna, 你以前也帮过我们, 都是其中一个会长, 我就帮下忙去做这样改变, 不过你们的机构, 我发觉真的很值得去介绍给社, 各位听众, 因为很多人, 他有去找家庭辅导中心, 将自己家庭里的糾纷, 是会跟他们分享, 即他不能说出了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不想告诉他们, 我家里有个难道的老公, 或者我们有几个难道的老婆, 或者有时吸毒, 或者小孩子吸毒, 很多人都不想告诉他们, 所以有一个隔离力的机构, 他可以起码将心里的东西, 和你们说, 那你们的社工, 就懂得如何辅导他们, 懂得如何说, 你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是的, 现在我们休息一会, 回过来, 我们会继续探讨, 究竟家和专业中心所做的, 专业中心所做的, 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 Lenna又回来了, 我们今天请到, 欧慕启先生, 即是Patrick, 他就是, 他就是, 家和专业辅导中心的总干事, 继续, 我想知道一下, 究竟你这个中心, 究竟怎样可以帮人呢, 怎样可以, 怎样可以, 怎样去, 怎样去, 联络呢, 和你们, 一会我们就会讲的了, 那现在呢, 我就想问一下, Patrick, 那辅导的目标, 你有多少种不同的人, 可以去你们的中心那里, 是, 最主要就是, 如果个人, 第一他个人, 他自己觉得心理很不开心, 或者有些事情, 不知道处理很烦, 很大压力, 是, 想自杀, 那他们随时上来找我们, 那我们每天都有一个, 有一个注册社工, 就是听电话的, 有分开广东话, 和国语的, 那会跟你谈谈, 听你的情形去到哪里,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社工, 譬如你赌钱, 我们一位是专门负赌钱的, 就会排期约见你, 然后就和你谈一下, 那就是, 正话呢, 你也有提到, 很多人有时都, 不太敢说, 所以呢, 其实上来和我们讲, 他们的家事那些, 所有的资料都是绝对保密的, 是没有人知道, 譬如有个朋友, 上去来见我, 我们介绍了另一个朋友上来, 接着那个朋友打电话来说, 我介绍那朋友有没有上来, 那我们是完全说对不起, 我们不会告诉你, 有或者没有, 你自己上去问他, 那样,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绝对保密的, 所以, 这件事是很重要, 是我们的专业守则来的, 那些个人上来, 他是不是想, 譬如很难道的, 我想戒毒, 是吧, 或者是我吸毒, 是想戒毒, 是吧, 是不是他们自己自愿上来, 找你来的, 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自愿的, 除了有小部分, 小部分的, 就是说, 有些是被, 因为他虐待配偶, 被警察抓了, 法庭就要他们上来, 我们机构那里, 就上十六堂, 就是说, 我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想生气的时候, 就不要打太太, 或者打他的配偶, 这些就是他们要上来的, 两方面都要辅导, 两方面都要辅导, 被打的又要辅导, 打人的又要辅导, 被打的, 我们就要帮他, 告诉他社区的资源, 你不用怕的, 不是一定要送回原居地, 有很多社区资源帮你, 就不能再继续被他恐吓, 虐打, 你们都会帮那些, 避养那些人的? 有, 就是介绍他去不同的地方, 是, 可以帮他, 譬如他们有些, 没有地方住, 或者是没有钱, 或者是带着个小孩, 又想转学校, 那我们会尽量去帮他, 是否有很多这些问题, 最普遍的是什么? 我们最普遍就是, 虐待判偶是很多, 接着是婚姻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就是, 婚姻辅导, 是, 婚姻辅导, 是做很多的, 因为很多, 多倫多很多, 夫妇都有些心理, 或者沟通上的问题, 我们做, 接着就是赌博, 赌钱有问题, 我们是帮赌钱借赌, 另外帮他家人怎样去应付, 那我们也有跟安省博彩局, 就是他会派人来我们的机构那里, 跟那些借赌的人, 就签一份赌场禁制令, 即是他签了之后, 他就不去赌场了, 那就真的可以借赌的, 即是不给他入场, 是的, 不给他入场, 即是你签了之后, 你如果想去赌场, 赌场看到, 你签了这张纸, 不可以再进去赌钱的了, 以前是要去赌场才签, 但是赌场有些很远, 有些家人也不想去赌场, 所以在我们那里, 有些家人可以陪他上来签了, 他可以签, 即是不去赌场半年, 不去赌场一年, 永远不去赌场, 即是有三个选择, 哦, 赌场, 我们这里赌场, 多伦多赌场都很多, 是啊, 有多少个赌场? 大那些都有17个, 我还没有, Rama, Nagra, 是这样的, 其实数数到小的那些, 差不多二十几三十个, 整个安省, 大那些, 就是Rama, 就是Nagra Falls, 那些是很大的, 那如果签, 一签就是签了全部? 全部安省的赌场, 那那些赌场也要有个记录, 有个证明, 是啊, 看到他的样子, 当然有照片有照片, 是啊, 拍了照片的, 就好像通缉犯, 他们赌场那里有个摄录机, 就是他跟你拍了照片, 如果你进去的时候, 他们看到你的照片, 一一跟他们附陷, 那他就不可以进去了, 是吗? 我就是不知道怎样, 每个人去查, 那如果他化妆进去, 他不行? 现在, 现在就乱了科技, 以前就好像你那样, 那些人呢, 簽了又想进去, 穿高鞋啊, 化妆啊, 或者没有头发, 留头发, 或者剪头发, 那样, 但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呢, 他们有那些科技, 就是用那些摄录机, 他们可以看到, 他们可以知道, 知道的, 你怎样化妆, 都知道的, 比如眼睛, 眼色的眼睛, 之类的, 是的, 应该有效的, 是的, 因为赌钱有问题的人, 其实是他的心魔, 一引起就去赌, 但如果引起你赌, 不让你进去, 那就是赌不赌, 其实很有效的, 成功的个案多吗? 成功的个案多, 因为第一, 如果真的要戒赌, 首先, 不要接触赌钱的东西, 因为你接触赌钱, 你的心引又起了, 所以如果簽了, 就可以戒赌的, 这个, 是的, 赌钱, 那还有其他什么呢? 还有其他, 另外, 那另外, 是不是赌钱, 输了, 脾气不好, 找人出气, 是不是有连大关系? 有些是, 但有些不是赌钱, 也有虐待配偶, 有些不是赌钱, 又打小孩, 打小孩, 是的, 那小孩可以控告父母? 是的, 如果小孩控告父母, 又是要去你们的机构, 小孩又要辅导, 是, 如果虐待儿童那些, 小孩有保护儿童会去做, 那我们就会帮爸爸妈妈, 一些正式的, 教养小孩的方法, 是, 因为保护儿童会有权, 就是他们去帮小孩, 如果发觉他不妥, 他们可以拿走他, 带走他, 所以是他们去负责的, 但是如果配偶方面, 可能两姑婆打架了, 那当然是报警, 警察来, 家庭斗婚, 那应该是, 不是说, 会不会扣留了之后, 释放他们那些, 一些些, 有些警察如果发觉很严重, 他就会扣留, 有些警察如果发觉不严重, 他们就会给我们机构的名字, 叫他上来, 找我们辅导, 有些如果真的拘捕了他, 警察觉得真的伤得很严重, 拘捕了他, 他们就要去上堂, 那法庭就会叫他来我们机构那里, 帮那个虐待人, 帮他做心理辅导, 除了赌钱, 是不是有些人有些狂躁症, 狂躁症, 我又不赌钱, 我又不吸毒, 我又什么都不做, 但我是喜欢打人的, 我一猛症就打人, 那些难不难应付? 那些如果真的狂躁症, 有精神病, 他们要看精神科医生, 吃了药都可以控制得到, 但其实吃了药之中, 都要有什么方法控制自己, 我又想问一个结果的问题, 如果是说虐待, 是不是多数男人虐待女人, 没有女人虐待男人? 我们接触, 以我们为例, 九成都是男虐待女, 但也有女虐待男, 一成左右, 是吗? 也有的, 那究竟, 譬如女虐待男, 通常是如何打男人? 女虐待男, 有时他们会骂她, 骂你算不算虐待? 骂你算虐待? 骂你算虐待的, 是吗? 是, 那是算虐待的, 精神上虐待, 肉体上的虐待就有, 但是少一点, 少一点, 即是女, 女始终身体上, 如果跟男人打起来, 是有虐待的, 所以身体上的虐待就少一点, 但也有, 所以我们接触, 九成都是男打女的, 是吗? 多数是男打女的, 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个案, 是什么? 即是打到怎样的情况? 最重要的个案, 打到全身都瘀了, 眼又肿, 面又肿, 真的有这样的情形, 送了医院, 再出回来, 有些是打到很严重的, 有些是比这些更严重。 是, 是, 可能他们比较健碩, 打老婆或多些, 但是中国人多不多? 很多, 中间我们接触是很多的, 是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 回头再谈吐, 再谈吐, 各位听众, 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 就是有交获专业辅导中心的总干事, 以及注册的社工, 歐胡皮先生, Patrick,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究竟这个中心是在做什么, 以及如何帮助我们, 接下来, 我又跟Patrick继续聊天, 还有其他什么过外, 除了赌钱, 妇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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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位, 其中一位有婚外情, 她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另外, 有些判友在原居地, 譬如太太在这里, 或者丈夫在这里, 两夫妇分开了, 大家都很不开心, 这些我们都会去帮助她们, 处理她们的婚姻上的问题, 比如说, 我在香港, 在原居地有个, 是, 我又认识了个女孩, 那些问题, 都会有很多, 都会有很多, 另外, 就是有些沟通上, 大家是住在一起, 但是沟通上, 都看不到很多问题, 接下来, 因为这样影响到子女, 所以我们都会帮她, 除了婚姻问题, 也会帮她看看, 因为你们的婚姻问题, 影响到子女, 怎样去帮子女, 去適应这个问题呢, 那很重要, 那譬如说, 吸毒方面有些? 吸毒那些, 就不是很多, 但是有, 那我们跟这个药引研究中心, 因为他们就给美沙童, 那我们就跟她做心理辅导, 那我们也有在懲教署那里, 就是这里的懲教署, 见了犯罪的那些中国人, 就是跟她的家人做辅导, 亦都跟她本人做辅导, 就是譬如她犯了罪, 那就守着行为, 那我们就帮她的家人, 如何去接受她, 另外帮守着行为的人, 如何出来找事做, 如果她再不开心的时候, 就不要再做些犯罪行为, 那我们也有做这些, 成功的过案多不多? 如果在懲教署做的成功过案, 也有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华人有时犯了罪, 她都不知道原来这样叫犯罪, 他们犯了罪之后, 他们真的想改过, 其实他们改过的机会都挺高的, 最重要是有人辅导她, 听你们辅导, 譬如有人说, 我想她接受辅导, 但又说自己没事, 又不肯来, 那有什么办法呢? 首先, 上来找我们的人全部是自愿的, 譬如你刚才说, 她又有问题, 如果叫她上来, 她说我不上来, 那我们不可以说, 你一定要上来,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全部都是自愿, 就算是法庭, 说你一定要上去做辅导, 那她不上来, 我们也不会做, 都没有扶, 没有扶的, 规定说, 政府要你两个一定要上来, 那一方面当然是上去, 另一方面是不上去, 你们都没有办法可以, 没有的, 那我们唯有写一个报告, 就说她不上来, 那最后再判刑的时候, 法官就会判, 他看你是否真的想改, 现在叫你去做辅导, 你都不做辅导, 那究竟你想改的情形去到哪? 那我们就写回报告出去, 但是他想不上来呢? 是的, 这里讲个人的自由很大, 青少年问题有什么? 青少年呢, 我们就帮一些青少年, 训练一些青少年, 那就是训练他们做少年的领袖, 比如说, 如果你想做一个领袖, 或者做一个义工, 怎样做得好些, 或者是你怎样去帮人, 那我们帮他一些沟通上的技巧, 怎样去做领导人, 如果跟人家有矛盾的时候, 你怎样去处理, 那我们也帮一些他情绪有问题, 然后就帮他怎样去训练自己, 多多一些自信心, 那这些是要群体, 一个团队做得很好, 你们也有一个, 差不多是青年人, 是青年人, 怎样去辅导他们行一条正式, 是,是, 那如果是, 可以说到, 这些处理过案的问题, 最容易的是什么案件? 最容易的案件, 就是说, 他的问题就不是很严重, 譬如有些夫妇说, 我们开始吵架, 开始又不是很开心, 怎样去做呢? 他真的有决心去改, 那这些就比较容易一些, 困难的那些, 就是说, 好像你刚才说, 是人都知道他有问题, 他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譬如他说, 我上来, 因为我的配偶要我上来, 其实我不想上来, 他真的, 不关我事, 那这些呢, 我们上来, 我们都不是说一定要逼他上来, 如果他上来, 我们就希望能够, 帮他明白到, 所有事情, 其实都是大家的情形, 大家的互相方面, 就不是说某一方面错了, 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那我们就帮他发挥了他长处, 其实你都不是每个人都不可的, 你都有自己的长处, 大家怎样急, 或者怎样做好一点, 他这样希望能够引导他, 可以引导他那些好的地方出来, 是, 把他坏的地方, 是, 消除了, 是, 其实你读社工, 就是, 是不是有很多心理学的? 是, 要读很多心理学, 是, 而且也有一份爱心, 你的出发点一定要, 就是我要帮这个人, 是,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正常的人, 是, 就是你们的心理, 就是你们读多久? 读社工? 读, 譬如读四年, 再加两年的, 两年的, 是, 两年的, 就是, 石士学位, 那些, 是, 两年, 是, 每一个社工, 都要去到, 石士的, 是, 我们机构那些, 大部分都一定要石士, 是, 因为好像正话说, 就是做这份工, 是要很有耐心, 还有呢, 就是你要, 你要明白自己, 就是, 其实社工都是人, 他自己都可能会有问题, 是, 所以我们其实最主要的, 社工他自己, 就是, 天天对着这么多个案, 起码他要自己, 明白到自己, 所以这件事, 是要很特别的训练, 是, 你不会真的听得太多了, 肯定觉得, 真的, 是, 会抽离不到自己, 觉得, 我没有问题, 是, 这个, 我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是, 是, 训练的一部分, 是, 就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 今天好像很不开心, 我们也有情绪, 是的, 有这么多不开心的事情, 是的, 这件事是我们训练的其中一件事, 一定要知道自己, 你今天的情形如何, 你如果因为家里有某些事情, 你会不会影响到, 你和你正在见那个人的关系, 这件事我们要考虑很多, 是的, 你们自己都有家庭, 撞到一个, 譬如配偶, 是不是很理想的, 是, 所以我们, 我们有, 有, 有, 主要的工长, 就是帮, 帮他做, 你现在在见这个案件, 这个人的岁数和你一样, 好像又有你的问题一样, 那你怎样去做呢, 那我们经常都会谈一下, 大家同辈都会谈一下这件事, 是的, 是的, 所以我经常说, 我岁数人都是人来的, 我说他的意见一定不好的吗? 是的, 所以他是受个专业训练的, 是的, 但是他自己都有问题的, 譬如说, 一个麻烦, 坐了个老公, 是的, 老公原来, 我好而已,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未必好, 是的, 就是这些问题, 我们想说, 你们自己都要处理的, 是的, 所以这是我们训练的其中一部分, 是的, 大多数是婚姻问题, 是的, 亲自的关系都可能会有, 是的, 那你想生个儿子, 未必一定很乖, 是的, 做社工都不一定是一个, 那些子女一定很乖, 是的, 我想你们都需要一些时间去, 是的, 去扣施, 究竟我怎样对付你, 是的, 没错, 那还有我想问一下, 佩佩, 譬如我有问题, 我好不开心, 那我是否可以打电话, 可以直接打电话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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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有个注册社工, 他有广东话和国语, 譬如说了你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被主管去看这个个案, 这个个案, 就是应该被哪位同事, 因为有些同事是专业做街道, 有些专业做婚姻生活, 辅导, 然后就由他安排接见时间, 如果有些真的要自杀, 那我们会立即去帮助他, 因为自杀你不能说, 因为自杀你不能说, 即是很难有剂, 很不开心, 但我想死了, 那究竟是什么呢? 他一口哭又说不出, 那你怎样应付呢? 我们首先就会和他谈一下, 评估一下这个自杀, 即是自杀的情形究竟是严重, 中度, 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也会和他谈一下, 究竟如果真的自杀, 他可能最近遇到一些很不开心的问题, 也可能积累了很久, 只不过今次他打电话来, 就引发你他真的有这样的念头, 那这件事是很危险的, 我打电话给你, 实在有所谓叫做第二个想法, 我还是不太想识, 你们的机构是打电话跟你聊天, 一定是有人可以帮助他, 打电话上来, 你们会拒绝他, 还是会和他谈? 我们首先有个同事会和他谈的, 我知道以前有什么自杀热线, 现在还有没有呢? 自杀热线是另外一些社区机构, 大部分都是主流的, 我想打得上来的机构, 是想你们帮他, 是, 有些主流的自杀热线, 他们和他谈完之后, 就把我们的电话给他听, 叫他打来找我们, 就是这样, 其实你们处理了很多, 其实每天都听到很多不开心的个案, 是的, 譬如有时, 社区发生一些很严重的家庭问题, 通常警察或者法庭那边, 都会转戒过来给我们去跟进, 那其实, 譬如打来给你, 我不开心, 需要付费的吗? 不用的, 我们那些是完全免费的, 总之有些不开心, 有些什么想说出来, 但是不知道说给谁听, 是最好的, 有些人说人很保守, 是, 不是个人有个很资深的朋友, 是, 是, 最適合打来给你的机构, 你又不认识我, 我又不认识你, 是, 是, 那我现在觉得你说得对, 或者我觉得很舒服, 我就会见一下, 大家一起见一下, 或者可能就可以, 因为我们从一个第三者, 和一个客观的方法去带引他, 这样有另一个方法去看, 是, 所以是很重要的, 好了, 现在我们休息一会, 看我们再继续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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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心机, 旁边的朋友, 我们又回来了, 那呢, Patrick呢, 今天呢, 都已经介绍了很多, 是关于, 这个, 交易专业辅导中心的资料给我们听, 那其实呢, 如果你是不开心的话呢, 真是, 不是, 不是, 投诉无门的, 一定有地方, 一定可以打入这个机构, 一定会有些, 对你们是有些帮助的, 那当然, 我希望个个都很开心, 那Patrick呢, 我又想问一下你, 那你们做这么多事, 你的经费来源, 刚才你讲的, 因为三级政府都有, 是, 是, 我们的经费来源, 就是联邦政府, 是帮我们的移民安居服务, 另外, 省政府, 就有几个厅帮我们的, 譬如说, 是, 石区服务署, 是帮我们一些, 弱道配偶的个案, 另外就是, 帮那些, 守根行为的人, 另外就是, 司法部, 是帮那些, 就是法庭转介过来的个案, 另外, 赌钱也是, 另外, 衛生部, 所以每个钱都是, 每一个部门不同的, 另外, 公益金, 就是帮我们做辅导的, 就是各方面的辅导都会去做, 是, 你们不可以全部依赖这些组织, 政府, 付钱给你们, 因为我知道政府, 付钱给这些机构, 他都希望这些机构, 是自己可以, 是, 尽力去找一些东西, 是, 然后, 才可以给得信心, 是, 是, 其实政府就不会说, 100%, 100%, 全部给你们, 他就说, 有些你自己要找, 还有, 现在政府说, 我们没有钱的, 但是, 我们是, 要做这个家庭辅导, 也都是, 一个休职鑑正的家庭辅导, 所以呢, 所以, 我们就很多人去找我们, 而我们, 也很多, 所以, 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 能够, 如果有多些的财政来源, 那我们请多些人, 就服务多些人, 就是这样, 我知道, 除了, 你们有个, 就是, 辅导, 中心之外, 你还帮一些移民安居服务, 是的, 那个安居服务, 就是最主要帮, 譬如有些新移民, 他来到这里, 又不知道的社区资源, 譬如有些很特别的表格, 申请移民入籍, 另外一些很普通的常识, 就是安居的常识, 不知道, 那我们都会帮他去处理, 和给很多的资讯, 让他们知道, 如何融入学校, 哪些学校, 適合他们的资讯, 譬如有些困难, 我知道很多机构, 都可以帮我撇滑支柱, 是, 是, 但你们这些是附带, 是, 譬如遇到有困难, 其中, 可以转介他其他服务, 可以帮到他, 是, 是, 那你们当然要筹款, 不用说, 非谋理机构, 是, 以往呢, 曾经做过很多筹款的活动, 可以介绍一下, 这些, 最值得你们, 最值得你们, 最值得你们怀念的筹款活动是什么? 最值得怀念就是, 我们以前都做了十几年, 就是一个, 这个时装设计的比赛, 那个比赛, 就是在专上学院那里, 他们有些时装设计的部门, 那些学生就参赛, 然后就, 找一些是最杰出的不同的奖项, 其实最主要都是, 希望帮到一些的华人, 青少年的华人, 希望他们毕业之后, 多些经验, 然后再融入去主流的社区那里, 我才做这个是很辛苦, 是, 那时候你也有帮忙, 是, 我也有帮忙, 但是我知道很辛苦, 因为你一方面要筹款, 一方面你又要将这个节目, 这个时装比赛的节目, 是, 是, 其实这是一个双重的, 是, 又可以帮到那些新生学设计, 是, 是, 亦都可以帮到你们的会去筹款, 是, 但是工作就是double的, 是, 是很多, 是很辛苦, 但也都, 好像你说, 其实我们帮到青少年, 譬如有些是在这里留学生, 讀书, 讀时装设计, 那他们回到香港, 因为拿到的奖, 所以他们可以成立自己的品牌, 是, 我知道当时, 你聘请了很多主流的嘉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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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电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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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近年来, 就没有做, 为什么呢? 没有做, 第一, 就是因为是很辛苦的事, 那就是, 那些义工要做很多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因为, 因为学院那边, 那些, 他们也有很多条例, 规例, 那就是, 那就是, 学生也有很多功课做, 那所以, 因此, 我们也觉得, 暂停了, 是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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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以前, 他们的时装设计是六月, 但其实十月, 已经开始准备功夫, 那些学生又做事, 义工又做事, 会董又做事, 所以, 有份参加, 全部都要做事, 是的, 但是都是值得的, 是, 现在你们做什么籌款, 是, 我们现在, 都是万宴, 就比较简单, 就是一年一次的万宴, 那些社区人士, 就帮忙, 就是, 和我们买了些票, 然后做些广告, 是的, 捐些钱, 是的, 其实你们, 你们最希望, 社区人士, 如何帮你们的机构? 我们其实, 最希望社区人士, 第一,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能够, 我们多些的财资, 多些捐款, 那是真真正正可以帮到我们, 请人, 我们最重要的是, 就是找人去, 去做辅导, 那些人就可以尽快拿到服务, 多些社工, 就可以帮到多些人, 是的, 其实你们一个月, 有他们的人, 我们平均一个月, 就是, 现在是越来越多, 以前有百多, 但现在, 最近这一年, 每个月差不多, 都有二百多, 比二百一十, 至二百三十, 左右的人, 打电话上来求助, 多数多新移民? 也很多, 新移民多, 如果新移民, 和旧移民, 就是比较, 大概六成, 和四成, 六成是新移民, 六成是新移民, 因为他可能是来到, 不适应到环境, 是的, 自己的心情, 各样都不适应, 是的, 那你们需要, 你们就开到, 是的, 所以, 我们新来的移民, 如果你有个幸福快乐家庭, 你都可以帮一下, 那些, 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是的, 当你很开心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那些不开心的人, 即是, 怎样都可以, 即是, 你说我很开心啊, 我这么安乐, 那我想做些什么呢? 最好就是想想想, 去帮助一些, 譬如我很想帮助, 那些不开心的人, 那你可以捐款给这个机构, 是的, 譬如, 譬如, 有些家人有病的, 那便医好了, 又可以帮补一下, 即是, 帮补一下医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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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希望, 那些社区人士, 能够, 现在, 透过这个节目, 知道你们的机构, 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你的机构比较低调一点, 是的, 你们做的事是很多, 是的, 但是, 所知道你们做什么的事的人, 不是少, 有些都会知道, 但是我希望那些不知道的, 都会继续帮助, 即是, 其实你们的机构, 是可以帮助, 起码一个月有二百多人, 那你二百多人, 起码可以帮到二百多人, 是的, 所以, 是很值得帮助的, 那你今后有什么计划呢, Patrick, 又不会有些, 即是, 除了这些, 擴大, 我们今后的计划呢, 即是, 我们希望, 即是, 其实都是, 研究, 發展一些, 即是, 很快, 一些危机处理的方法, 即是, 那些家人, 或者他自己, 怎样去, 尽量在危机, 处理他的不开心事, 起码呢, 就处理了之后, 然后呢, 自己慢慢再去适应, 然后呢, 我们再帮其他那些, 即是, 这样就会将那个, 将那个, 即是, 将那个人, 就帮多些, 但这件事呢, 我们是将一些西方的理论, 即是, 心理辅导的理论, 去变回, 放回到华人社区, 因为华人社区, 就算是香港来, 台湾, 大陆, 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 但来到这里, 大家的心理反应都不同了, 是的, 我觉得, 这些三地, 即是, 连那个文化, 不是, 文化也有点不同, 是的, 即是, 对付不同的, 他们不同的地方来的人, 有不同的手法, 是的, 那你就希望, 现在一直都在研究西方的理论, 因为其实, 心理辅导大部分都是西方理论, 将它转下去, 譬如, 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大陆来的, 同样的理论, 但在大陆来, 香港台湾来, 可能有点不同, 那就会比较很有效, 帮到他们, 那我们就一直都在找这些方法, 你们社工需不需要, take course, 即是, 要upgrade自己, 这个是很肯定的, 是的, 因为我们, 是的, 因为我们, 即是, 即是, 你三年之前, 或者去年学一些东西, 到现在, 有很多新东西出了, 所以我们的同事, 他每年都要出去, 学一些新东西, 即是, 不是说我以前学了一些东西, 就永远合用, 是, 不会这样, 即是, 保持最现在的, 是, 如何现在的人, 如何存在的人, 是的, 即是, 不会一成不变, 是的, 好了, 到现在, 我又想问一下, 你们的联络电话, 和网站, 是的,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416-979-8299, 如果有些, 真是, 或者是很远的地方, 或者是加拿大, 或者是其他城市, 那他们都可以打我们一个免费的长途电话, 是, 1866-979-8298, 那这个是, 为什么这个免费长途电话, 因为可能有时, 有些人, 他突然之间, 输了些钱, 就算连一个quarter都没有, 可能你说, 打电话五毛钱而已, 为什么都没有呢, 走投无路, 他们都可以, 在时代拿一个电话, 是的, 我现在都没有钱回家, 或者有些被判友,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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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包, 这样就可以打这个免费电话, 是的, 那网站呢, 有吗? 网站, 是的, 有, 网站呢, 是, ChineseFamily, S-O.com, C-H-I-N-E-S-E-F-A-M-I-L-Y-S-O.com, 那网站都说了我们大部分的服务, 在那里了, 是的, 那真的, 记住了, 有什么事呢, 就打电话, 416-979-8299, 或者是, 免费电话, 就是1866-979-8298, 和我们上网呢, 是ChineseFamily, S-O.com, 这样就可以找到他们了,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不需要, 特别, 大家的家庭都是和諧开心, 是吧, 但如果有什么事呢, 你们是可以帮助的, 是的, 你们所说的都是完全绝对保密的, 绝对保密的, 是的, 今天很多谢你接受, 那我们 selber和我们一起聊一些信息天, 那有机会再见, 谢谢Lana, 拜拜 Hi, Lana, 拜拜, wellbeing with какаяwhat 但万一想法